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迪丽热巴主演的长歌行电视剧在哪个台播出长歌行电视剧 曾在山东卫视播出,腾讯视频也播出过 这部剧的首播时间是在今年的3月份,目前已经完结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视频播放平台中观看 作为一部古装青春热血大剧,长歌行字官宣开始就备受瞩目 众所周知,剧中的两大主演也有着超高的人气 他们分别是《吴雷与迪丽热巴》这部剧中的明星阵容十分强大 主演包括迪丽热巴、刘雨宁、吴雷、赵露丝等 剧情主要以国家情怀、热血少年为主要元素 每一集都融入了深刻的人文情怀 虽说这部剧是根据热门漫画改编而成,却能让观众们感受到 不一样的国之情怀女主角李长歌和以往古装剧中的女主角有着全然不同的性格 她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反而经历了颇多磨难 对比其他金枝玉叶一般的女主角,李长歌是一个十分坚强、无惧艰辛、敢于正视困难与问题的姑娘 她的出现,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积极的正能量 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很值得观看的古装剧,其中的剧情很精彩 而且节奏紧凑,丝毫不拖沓 饰演男主角的吴磊和饰演女主角的迪丽热巴都有着很高的颜值 两人同框的时候,观众的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联想到一个形容词 那就是金童玉女 不得不说,吴磊在其中的演技非常好,能够达到收放自如的状态 他将男主角的性格拿捏得也比较稳妥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醋聚时候的情节 这种大场面的拍摄方式也非常棒 另外还有女主角李长歌出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潇洒、帅气 何为年少轻狂 看到两位主角的造型就会深刻了解 这部剧从制作到配乐,以及剧中的氛围都给可宜给观众们营造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 虽说这部剧在开播之前饱受争议 但真正播出之后,观众们也纷纷开启了大型真香现场 从最初的嫌弃变成了热爱与沉迷友 很多原著的粉丝看完这部剧以后也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觉得其中的场景设计很还原 吴磊的造型和漫画中,男主角的造型有着很高的相似度 镜头塑造很棒 这部剧播出之后 很多网友都希望迪利热巴能够和吴磊有更多的合作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